第六 请问遇灾难时 是否一定不能够逃避 弟子想到若被压在房子下 喝遭水淹湿 身体极度痛苦又无人助念 若一时无法控制烦恼 这无法往生 不如避开灾难 活下来继续努力念佛 是否有把握往生 这些都是属于技术上的问题 能不能往生是你的信心问题 不是不在这个问题 而且真正念佛 求往生他是念念 念自在自 他跟佛才能产生感应道教 如果还有留念 还有贪生怕死 这就去不了了 所以遇在这种灾难的时候 他这个像是地震 被房子压到了 或者是洪水 淹在水里面 有能力 有能力 避开 应该要避开 没有能力呢 就不要再想活下去了 这个时候 一念神念 决定的神 你要相信经里面所说的话了 决定不能怀疑 可以避免就避免 不能避免就求往生 都是好事情 随地震 谁在死 并不是都是坏人 去的地方不同 念佛的人 生极乐世界了 造作罪业的人 他都山土去了 同一个灾难 消失掉的时候 过有过的去除 不一样 这个离根寺 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